以色列大使在全球面前真的怒了 会这么激动因为联合国大会 针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压倒性通过立即人道主义修战的决议 而14张反对票里面 没有意外以色列和美国是其中的两张 但两国却没有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 以色列不断怒劈联合国 而且强势扬言 他们不会罢手会继续捍卫国家反击哈马斯 尤其决议没有实质约束力 尽管有政治影响力 但要以色列真的停货难上加难 毕竟他们至今持续遭哈马斯抛袭 只要举起手机 往空中拍都能捕捉到 波定时来起的火箭炮 即便防空系统大部分时候有发挥作用 但过去36小时 有三枚火箭没有拦截到 其中一枚击中台拉维夫这栋公寓 以色列城市至今都还不平静 现在一心只想报复哈马斯 但在国际社会压力下 以色列能否有动摇 一时之间还很难说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